我承认在这些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 因为工作的问题加上那段时间的忙碌 不是了你的感受 但我保证以后一定对你好好的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用我的行动弥补曾经的过错 我跟他在一起一年多了 他经常出差 两个人聚少离多 一开始还能把这段关系维持得很好 可后来他出差时开始很长时间不理我 回来家里这边也总是和朋友打牌不来陪我 而且最让我受不了的是 我还发现他和别的女孩子有不明不白的关系 现在我实在没有办法再接受他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24岁来自浙江 是一名销售来有请小李有请 女嘉宾小顾23岁同样来自浙江服装设计师 来有请小顾有请 欢迎老魏 今天是男生要来的是吧 求复合的对不对 是的 犯错了是吗 对 你看态度多么的好 犯了啥错了 跟别人有暧昧 怎么回事 能把这事来龙去脉的说一下 你们俩谈恋爱多长时间 一年半快两年了吧 在什么地方生活 在杭州 是同城恋还是异地恋 他因为在那个贸易公司上班嘛 经常出差 然后就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在异地的 然后还有半个月时间是在杭州的 怎么发现男生不忠诚于你的 他去就是福州出差的时候嘛 我就会在微信上电话上找他 然后他就经常不回我微信 那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好的 然后过了段时间之后就 我不知道是因为谈了比较久了 男生都会这样子还是干嘛 然后我发他微信他不回 然后打电话他也不接 以前我们会经常视频什么的 就突然就这样子 后来我就去福州找他嘛 等于他出差的时候 你就去看他去了 对 因为我觉得我挺珍惜这段感情的 那个时候确实也挺喜欢他的 然后我就想去给他个惊喜吧 然后我就到那边 到那边之后我就给他到车站 我打电话让他来接我 然后他这种语气声就感觉 不是惊喜是惊吓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主要是他没有来接我 工作忙啊 工作忙手头上你突然说 你到车站了 那我肯定瞬间肯定是懵的 我根本没有准备 手头上你的事情肯定走不开 是不是 那我肯定没法去接啊 然后后来他就来找我了嘛 去他住的地方后 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看到他的那个 嗯 卫生间里面有女生用过的面膜 哦 然后 那个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呀 那个只是我 因为准备一些礼物 可能要送一些客户啊 那我肯定是有些 但是作为正常的女生 你觉得你这种解释会相信吗 根本就不会啊 不不不你让他先解释一下 我们先听听啊 因为我因为我这个是销售嘛 可能会接触一些客户群体啊 那你送点客户一些东西啊 肯定是很深厂的嘛 对吧 那面膜这种东西吧 可能是 呃有些跟这个皮肤敏感这种程度 可能有关系嘛 对吧 那好不好啊 那你肯定要自己先试用一下 哦 等于你试用面膜是你试用的 就是厕所里那个 呃面膜是我自己用 哦 你他解释了你不信是吧 你会信吗 我不相信啊 啊 然后呢 那这个事情就算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天 嗯 他下班回来之后 我想喝酸奶 然后我让他下去给我买了 那他当时手机就放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来电话了 来电话是没有没有备注的 只有一串嗯 号码 然后显示了福州 他经常有客户什么的 那我就在想 万一是客户我接了 我跟他说一下对不对 说一下让让他等等再打过来 或者怎么样的对吧 然后结果接起来是一个女生 然后他问我我是谁 然后我说我是他女朋友啊 然后他跟我说他是他的女朋友 有 哦 他是我客户 不不你客户为什么说是你女朋友呢 嗯 这确实是我这边自己没有处理好这段事情 我那时候也是一直冲动 因为他确实是我的客户啊 然后他可能一直纠缠着我 那我这边的话也是没有直接拒绝他 可能就产生了这个暧昧的关系 所以这个暧昧关系你是怎么界定的呢 你跟他到哪一步了你把他界定为暧昧关系 是因为他一直纏着我 我只要一出差一到福州 他这边的话就知道 只要知道我在福州 他就会想办法去来找我 啊 那你没告诉他你有女朋友吗 我 我跟他说了 啊 然后呢 然后他还是要一直纏着 我也 我也一直很没办法 啊 他纏你纏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一到福州 他就想没法来找我啊 啊 那你会 那我这个时候 那我实在想 我不能告诉他 我也没办法 啊 我也我也很烦啊 你跟这个客户发展到什么地步吧 只限于他纏着你是吗 呃 我也没有直接拒绝 你也没拒绝 对 那你们俩到哪一步了 啊 所以这个时候女生傻了是吧 你就走了是吗 他来追我了 但是但是我还是走了 然后但是他第二天飞回来找我了 啊 那那个时候我还喜欢他的嘛 那我们毕竟在一起这么久 还是有感情的嘛 嗯 然后后来就原谅了 啊 原谅了之后呢 好了之后后来就没过多少时间 嗯 因为我有一张信用卡 是在他那里的 当时那个信用卡出来就是有账单的嘛 就有短信的 他花了一万多块钱 那我就问他了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跟我说是呃 给客户用的 然后我就去查那个账单了 查出来是买包的 然后我就问他了 然后我就问他了 问他他跟我说是给那个女的买的 我那时候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呀 那时候我抖头比较紧那时候 对吧 那我那时候钱嘛那只能刷信用卡 然后跟他这边 那我也想马上摆脱这段关系 我其实爱的还是你啊 那我就打算就是说买个包 给他就是也是比较有点愧疚嘛 那我怎么办 你从来都没花这么多钱 给我买过东西啊 那我一直想把撇清这段关系啊 我也不想这样 我也很烦的呀 我一直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 姑娘 之后我就要分手啊 分手之后他就一直缠着我 就跟我说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你们这段纠结的时间有多长吗 这个事情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发生的 信用卡的事情 我是最近发现的 哦 这信用卡离现在还很近这个事对吧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呀 其实我还挺喜欢他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再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又觉得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还是喜欢他 但是没有安全感了 害怕了 怕再受伤是吧 最主要是我觉得 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 在交往的时候 出现了另外一个女生 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了 那如果我再跟他在一起的话 他还发生这种状况 我会 我不是跟你保证过了吗 肯定不会有下一次了 所以今天男生来 男生来是要说清楚是吧 我是想挽留他 挽留他 就想跟我闹分锁 女生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要老师们给解个祸 能不能再相信 对不对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小伙子 你游泳水星可以吧 可以可以 水星可以 就可以脚踩两只船了 你刚才口口声声地强调 那个女性是你的客户 同时也承认 你们有暧昧关系 赵川老师 问你到了哪一步 你低下了头 你低头说明了什么 我们全场都明白 另外小伙子 你能告诉我 对方那个女性 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后来知道 前面不知道 你没告诉他 就是打电话发现了 对 他发现之前是不知道 你有女朋友的 这就说明 你欺骗了两个女性 姑娘 你要记住一点 在热恋期 他就有这样的前科 如果哪一天 你们结了婚 到了七年滋养的敏感期 到了四十岁的危机期 他挡不挡得住诱惑 管不管得住自己 我希望 你心中应该有一个问号 你刚才口口声声说 我是爱你的 小伙子记住 我是爱你的 他不是舞台的台词 轻飘飘就可以说的 所以最后姑娘 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 最后你自己做选择 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 都不可能离不开另外一个人 我们也照样活得了 另外 没有保卫架子的爱情 你千万不要保卫 保卫到最后 你会伤自己的 姑娘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波红兄 好 来 绿东 谢谢二位 给我们分享了你们的这个恋情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还都属于爱无能的阶段 尤其是女孩 这个女孩这么漂亮 居然爱的能力这么低下 你是 你到底是为什么会这么委屈自己呢 我只是觉得 那 就是人不可能完全不犯错 对不对 那他后来做出了选择 那我原谅了他 对不对 然后他又出现这种状况 那我觉得我是不能原谅的呀 但是他就一直 就是说不分啊怎么样 那我觉得 就不会很硬 就是这样子 了解 妹妹我跟你分享一个 我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经历 那个帅哥也听一下 我觉得男人花心这种行为习惯 其实有点像高血压跟糖尿病一样 一旦患上便会伴随终生 这东西是很难改得掉的 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 第二个 妹妹你以后再找男朋友 或者还是他 对于未来他的评估标准 我觉得就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他有没有在乎你 第二个 他有没有让你放心 就这两个 至少这两点 我到现在你们 对谈的过程当中 我完全都没有发现 他很在乎你 至少你没有表现出来 而且还是很骄傲意志气使的 我以后会改啊 就这种 前台词就是 那又怎么样呢 我的解读是这样啊 第二个就是他要让你放心 如果这两点他有一点都做不到 你都不要跟他再想调节啊 明天啊 这都是多余的 你又不是架不出去 对不对 反正我就提示一点 他的行为习惯已经触碰到了原则跟底线 何去何从你自己要拿捏好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宇东 来 附老师 你如何确定 他跟那个女生断了 你确定不了 对吧 刚才你说 你到这个舞台来 是想问问我们 这个男生的今天的承诺 可不可信 的确 人都会犯错 只要诚心回头 是值得远备来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 诚心要悔过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 众目睽睽的舞台上 还要说假话 你认为他的承诺可信吗 不可信 我用三点来证明一下 他今天还在撒谎 第一 他说 我买一个包 给那个女生 叫女客户 当分手费 是这样说的吧 是吧 这句话听起来 倒不像那个女人 是他的客户 倒像他是那个女人的客户 为什么呢 只有一个人亏欠 另外一个人 才会花礼物来做分手费 对不对 由此证明 不是那个女生纠缠他呀 是他在两头之间 左瞒右瞒 他骗了别人 愧对了别人 他才会买包当分手费 你认不认可 认可 如果你心里没有愧 一直是他在纠缠我 我只是 我的错误就是没有分清楚 没有拒绝 你觉得他会有愧吗 他不会有愧 所以由此证明 他跟那个女人的关系 到了什么地步 并且 如果要彻底跟一段感情 划清关系 这太简单了 换电话号码消失 再退一万步 给钱 虽然这很不道德 但买包不宜 要买吧 要挑吧 还要送吧 还要知道送什么好吧 别人才喜欢吗 所以你听过 送礼物来做分手费的吗 没有 买包就显得有点 藕断丝铃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认为 他跟那女人未必断 第二点 当主持人问男生说 你之前在跟那个女生交往的时候 你有没有告诉那个女生 你是有女朋友的 当时他很惶恐 很仓促地说了一声 我告诉了 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等到于老师问他的时候 他又说 在没有发现之前 他是没有告诉 这又前后不一致 都到这儿来了 他依然在抱着侥幸心理 而不是诚心诚意 向你坦漏心扉 对吧 第三点 如果没有那个电话 如果没有后来你的质询 你觉得那个女生还会隐藏多久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当然是越久越好 我也来自于杭州 我们自驾游去过福建 那真是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的事 你聊得准啊 所以 当你说那句话的时候 我由同情你 变为憎恨你 就是他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触犯你的底线 伤害你的时候 你居然还说 可我还喜欢他呀 你的意思就是 别人骗了你不把你当人看 我还喜欢他 我喜欢一个人 是可以忘却这个世界的是非 和黑白的 没关系 我还喜欢他 我不明白一个男人 如果缺失了人品 还有什么值得女人可爱 他再帅 再有能力 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是别的女人的男朋友 至少不顺你的 你说呢 所以我想对男生说的是 人犯错都可以改 但欺人不能太过分 至少今天到了这儿来了 是你要求来的 你得百分之百说真话 那么他原不原谅你 那还情有可言 你到了这儿你还说谎话 你何苦来呢 你既然不是诚心地悔过 你干嘛要到这儿来呢 还是你来 依然抱着侥幸心 你跟那个女生断没断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个电视那个女生也会看到 错了可以改 请你坦诚 如果你不坦诚 你是没有资格站在这儿 要求别人原谅你 我希望你60秒的时候 说实话 但原不原谅 是她自己的事情 请你尊重自己 尊重她 另外一个女生 到底是被你欺骗的 还是怎样 我们不去猜测 但是做人 请对得起自己的行为 和良心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 就这姑娘的在整个的叙述当中 你想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 我们试图帮她划定一个底线 其实女生是没有底线的 女生的底线至少是 我爱一个人 我会允许这个人犯错 对不对 是吧 只要这个人改了 我会一如既往地爱她 这就是女生的底线 为什么所有围观的人 都很气愤 因为围观人的底线比较高 咱们的底线是高于这样 你背叛 背叛我绝对不可以 好 那你背叛了 被我发现了 我愿意原谅和宽容你 但是你不能欺骗我 你欺骗我是绝对不行 女生还是说 那你欺骗我还可以 有一 有二 还可以有三 有四 女生的底线一直在退 你发现了吗 这东西你有几种解读啊 第一种解读确实是爱 就爱让人糊涂 第二种解读是不甘心 不服气 人有时候愿意赌气啊 你赌这个气是跟谁赌 你跟他赌吗 还是跟你自己赌啊 有好多人在这个问题上 通常犯这种傻错误 你说底线他不知道吗 你应该知道这个底线吧 对吧 跟谁较量啊 跟那女生较量吗 人都没见过较量个什么呀 所以啊 你要想接着较量 继续把自己的生命 投入到这么一段情感当中去 我们当然是没有意见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扰别人的生活 你是真的底线低到了 比大家都低 还是你确实在赌气 你的心里是最清楚的 男生以后啊 坦诚一些 你诚实一下 男生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知道啊 我之前做了这么多措施 我也是真心的悔改 我也改了很多的坏的习惯 我基本上都是 你说什么不好的 那我后面也会尽量的去少做这些事情 我知道这个出轨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原谅我 就维持机会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了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了 我的信任都给你消耗完了 我的信任都给你消耗完了 谢谢 来请关门 最后到底怎么选择是别人的事情 什么结果 我们都愿意乐见其成 一个人如果他能改 当然我们是欢迎的 我们也希望他能改变 通过这样的事情去变好 女生如果选择了原谅 那就当是一种宽容 但是我们在想 善良是不能被欺辱的 对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请开门 请开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